两岸新闻焦点 焦点时事探索 两岸互动交流 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ING 听众朋友你好 我是黄丽杰 欢迎收听两岸ING节目 人在海外信息台湾 我想这应该相当贴切反映 目前人在欧洲访问的前总统蔡英文的先进 因为就在台湾时间14号 她受邀在捷克里28届公元2000论坛发表演讲 提到中国大陆对台湾进行联合历舰2024B的环台军演 其实她卸下总统职位将近5个月 那首次出访第一站就选择了捷克 那么目前行程是在法国 而接下来预定是会在比利时 那么我们也知道中华民国台湾在欧洲 只有一个邦交国就是梵蒂冈 但是卸任元首 如何将台湾愿意跟各国交朋友的态度立场转达呢 我们在今天会听众朋友邀请东吴大学社会系主任 同时也是中东欧研究中心主任郑德兴来观察探讨 非常欢迎郑主任你好 你好大家好 非常欢迎主任 捷克是你留学的地方 在谈到捷克 其实大概从2020年开始节目当中探讨不少 就是台湾跟捷克的关系有更紧密的合作 那我们先从刚才我所提到的 前总统蔡英文 他这次访问捷克 受要在一个公元2000论坛发表演讲 若关注这个新闻 您会看到我们蔡景总统她说 她过去也曾经参加公元2000论坛第八届的年会 哇这时间已经蛮久了 今年是第28届 想见在当时我们台湾 即便跟没有邦交 跟一些国家都有一些平台 可以去讨论一些议题 重点就在于这个公元2000论坛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架构 那台湾特别是我们的刚卸任的蔡景总统 有机会受邀前往这个论坛来发表演说呢 就是说公元2000论坛 确实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设置 就是说他成立1996年 其实那时候李登辉总统也去过 李秀莲副总统去过 这个平台创造了蛮多 我们卸任的元首 还有重要政府官员都在这个平台 其实都有做连接 那1996年当时的捷克总统哈威尔 他那时候还在总统在位的时候 我们知道捷克是1989年他民主化 那其实民主化之后到1996年他成立这个平台 其实民主化的进程其实还是飘摇不定 其实那个时候民主深化巩固的基础还是蛮脆弱的 那过去在对抗共产政权的时候 民主理念是相当坚定的 所以他那时候就有这样一个平台 然后不断的来激发来深化 对民主的理解还有散步 其实这个部分他其实是有很大一个使命感 然后他那时候也认为捷克应该要回归欧洲 所以2004年是中东欧共产国家有八个加入欧盟 回归欧洲那一段的民主化 民主深化的主要的内容 主要就是公民社会 那就用公民社会的发展由下而上 他认为民主应该是由下而上的 就把公民社会把它建构更好 所以这也是他的公民论坛的几个重要建立的宗旨之一 那哈维尔他是2002年下台 那捷克是2004年加入欧盟 但是加入欧盟这中间其实历经了蛮多变化 那那时候加入欧盟 他们都说回家 回欧洲这个家 然后2008年金融危机 接下来又碰到很多难民危机 尤其是2015年中东难民危机 其实这个部分都造成了中东欧 这一边就所谓的新欧洲这边加入欧盟之后 开始出现不同的声音 也就是说加入之后得到的跟失去的 那这些都有在探讨讨论 也就是说开始有新欧洲的冲突 那这个冲突其实也慢慢让最近比较敏感的 就是那个民粹主义 那民粹主义其实也不仅是在西欧 或者在美国或者在其他国家 中东欧他就有这样一个民粹主义 他这个民粹主义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影响 就是来自于说加入欧盟之后的那一个心理层面的 好像没有满足他们之前所想象 然后可能会被旧欧洲西欧这一边当成二等公民 这样子 所以才在中东欧这边不断的透过 右派透过民粹主义国家来对抗欧盟这一边 所以民粹在中东欧本来他的发展确实是不容易 也因为这样我们才会过头来看 哈威尔1996年他所创建的《公演2000论坛》 其实是特别有意义 他也是一个先知 就是说其实民粹这个发展基础在中东 还是相当脆弱的 那这个脆弱也就1996年 他每一年都办 然后办到今年28年 那这是一个漫传的路 那从89年到现在也35年 所以这民主在发展上面 台湾也大概是差不多37 所以我们今天在讲新兴民主这个部分的话 倒是说我们有历史大概类似的经验 确实是中东欧这一边的国家 我们是感觉更贴切更清净 所以这几年来台湾跟捷克在这一边 过去的历史记忆的想象是比较有牵切感的 是我想像这样子 不同建立民主国家的奋斗故事 会有很多是拉近的距离 那么蔡建总统就说 2004年他就参加《公演2000论坛》的年会 跟捷克前总统哈维尔讨论全球化背景下的功名赋权 那在那一年之后呢 哈维尔也曾经访问过台湾哦 而且分享捷克人民推翻专制统治 蔡建总统说 有关建立民主国家奋斗故事 他认为对台湾人民有极大的启发 所以对于台湾跟捷克两国的关系 深化或互访 其实刚才老师已经有提到 曾经访问捷克的 包括行政院长的连战 还有曾经担任立法孕妇院长的洪秀柱 经济部次长杜子军都曾经访问过 所以台捷关系呢 不言可遇 就是民主深化 不过不容否认 捷克在内部会有一些不同的力量 有些是亲中 有些是跟台湾比较亲近一点 那经典论坛有不少的重量级人物来参与 包括捷克总统帕维尔参议院的议长维特奇 还有众议院的议长爱德莫瓦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那到这里我想继续请政主任来告诉我们 我刚一刚开始就跟听众朋友说 我们蔡前总统 新系台湾虽然人在欧洲 他在这场演讲当中提到民主 因为刚好中国大陆采取对台的军事演习 特别有感而发 提到这个民主 我想参加的成员应该对民主 这样的坚持理念的一个价值 希望能够共同来深化 相信也会获得支持 那他提到民主是我们不可妥协的一部分 我想这个就是一个大家参与的共识 这个论坛就是会有很多国家参与是不是 这个论坛我觉得它的一个设计是蛮独特的 就是说当初哈维尔他其实把他定位在民间的组织 其实就绕过政治这个部分 因为民间谈判性更大 即使政权换了 其实也不太会受到影响 其实他邀请蛮多 因为哈维尔的影响力 然后可以邀请蛮多世界级的重要德 当然其实蛮多也都是退休的 都是钱 在任的话 其实像巴维尔就是杰克总统 还有南院的议长 这些因为这些目前大部分都还是公民民主党比较有台的 但选举每四年一次 就是左右摇摆 但假如说不有台的政党选上 像其他的国家 那情况可能就会不太一样 但我觉得就是说 哈维尔所设立这个 变成我们一个比较长期稳定的 可以去的一个平台 那当然去我们 其实杰克有蛮多朋友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论坛从另外一角度去想象 其实它也是一个民主同温层 就是说像地缘政治越演越烈的情况之下 有一群民主理念价值相近的人聚在一起 就是说大家在一起 这个聚会讲的这些话互相打气 或者是宣誓或者什么 其实它本来就有一个象征性 它有一个很大作用 就是说我们只能讲说 哈维尔所创造这个论坛 它是一个很独特的存在 那以今天这样一个视角来看的话 我觉得它就变成了像华勒沙 佩洛西他们的世界影响力还有多少 这一些我们所看到 他们所发表 像佩洛西讲的那个主题 其实是很重要的 是值得我们去省私的 就尤其是在这个地方讲民主主义 这个东西其实是我们可以挖掘更多 从他们的思想里面进一步去反思 因为民主主义这个东西也是从这块土壤 然后生成从下而上 然后它是弱势民主的样貌 但是又是反民主的东西 以杰克来讲的话 明年大选 下一个民调基本上都比较指向 不是友好台湾的那一面 身上比较大 但就是说政权它会变 是的 但是我们的朋友就是在那里 那我只能讲说 以杰克来讲的话 它确实是很特别 因为我们其实过去所下的功夫 然后跟杰克哈维尔 还有一些重要的人士的交往的模式 其实跟其他国家 我觉得基本上是不太一样的 OK 好 非常谢谢 我们东武大学社会系副教授 同时也是中东欧研究中心主任 郑德欣 带给我们目前我们的蔡英文总统 正在欧洲访问 那么第一站呢 今晚杰克 那么特别分享了 在共有两天论坛 我们蔡前总统受邀发表演讲 那么谈到了民主 那也特别连接到这两天 中国大陆共军呢 对台湾采取军事演习 那么他有所感触 特别提到 这个民主发展非常不容易 刚才主任您所提到 就是说 即便这是一个民主同温层 当然难能可贵 就是说 他比较不会受到 这个政治的干扰 即便在明年的捷克 总统大选 或许政党的立场方面 可能会有些改变 但是还是有些国际友人 在捷克这边 所以呢 蔡前总统在这场演讲当中 他就抛出团结合作形式 其实是可以很多元的 比如说 比较严肃的军事 技术或专业的移转 也都可以增强民主阵营的实力 那他有提到一个 可以采取全社会的模式 让各方利害关系者 多加来参与 比如说 像我们媒体会比较有感 独立媒体啦 或是在商业上有企业啦 或者说 我们谈到公民社会是对民主 国家很重要的 另外还有在妇女啦 青年宗教团体 地方政府跟大众呢 这些都会有非常活跃的一股力量 那蔡前总认为说 民主国家必须对自我的身份 跟定义充满信心 这样我们能够帮助自己跟彼此 谈得非常的细腻 其实也到处就是说 像这样的平台 就是当初杰克总统 他所建制的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那我想继续 我们就要来看 如果以目前台湾跟杰克的关系 因为这次能够受邀 表示说 在目前包括国会啊 或者是说 这个论坛的有利人士 我们还是有一些支持力量 可以这么说吗 对 当然 就是说在杰克 毕竟是对台湾来讲 真的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国家 那蔡总统也有提到 杰克大概真的是 在国际少数 这么坚强的支持台湾的国家之一 但还包括就是说 全社会这个概念 其实我觉得蔡总统不仅是提出 对台湾民主的反思前进的力量 其实这点刚好也打中了 中东这些国家仅10年来的 民主发展的现象 其实假如蔡总统的演讲 其实是一种交流 是一种可以互惠的 我觉得在地的这些国家的人 更应该要去听我们蔡总统所讲的话 因为其实最近这几年 中东这些国家的媒体基本上都是逐渐被垄断的 被买断 而且都是中央的媒体所发表的言论都是有失公营 所以就这个部分 当然还有全社会我们刚刚所讲的 其实哈威尔他本来的理想就是建构一个公民社会 那公民社会的一个所谓的全民 公民参与的这个部分 那这几年确实是我们所谓的民主倒退的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蔡总统他去捷克 去做这样一个民主理念的一个交流 我觉得也是很合乎跟在地的一个对话 的这样一个基础 当然就是说台湾跟捷克的交流 这几年也不仅是这几年 我们所看到的 其实除了看到政治人物 包括两年一转来台湾 然后蔡总统当选 然后捷克总统指定 所看到的这个政治上面互相的往来之外 最重要都是民间的往来 我觉得台湾跟捷克有太多建构在民间 而且就这一次的那个主题就是任性 那个东西就是已经严密有机的交叉在一起 所以我们文化的往来 像我们这几年在捷克办文学展 然后捷克今年12月底在我们台湾文学馆要办捷克文学展 然后我们今年7月有31个作家去捷克 他们特别帮我们办了一个台湾文学作家 然后在经济上面我们更是紧密 那因为德勒斯登的台积电所设厂 但是它的整个供应链基本上 应该都是在捷克甚至在布尔兰这些都跑不掉 所以现在国科会也是在布拉格设立半导体的研发中心 然后经济部也考虑到捷克设置所谓的科学园区 所以我们跟捷克有太多太多的交集在那里 所以这个跟其他像斯洛伐克 那也是因为政党政治的影响 现在总理是比较亲俄亲中的非从 然后像匈牙利这些欧阪 到几十年二十年来也都是比较有政策倾向 所以像尹捷克这样子跟台湾的关系的交流 这样一个模式 其实要拓展到其他国家 其实这是几十年走下来的 虽然我们现在可能跟立陶宛 有比较亲密的这些关系 可是这条路走下来台阶的关系 其实是走得很稳 也走得很前面 好 不容易 非常谢谢我们政主任告诉我们 其实在东吴大学和您所带领的 包括中东欧研究中心 都有很多的机会来跟捷克交流 当初你在捷克留学的时候 其实你就深耕当地 也看到包括中国大陆的企业 在当地的亲影跟我们台商在当地打拼的差异有哪些 那我们看到前总统蔡英文在出访欧洲的时候 14号她其实特别在脸书 就PO出向捷克哈维尔前总统的照片 并且来向她致敬 我想这个平台的建制非常不容易 另外她有提到台湾捷克两国是经贸上的伙伴 她特别提到也是在自由民主人权上 理念相近的伙伴 那刚刚提到就是说 两国除了在学术文化交流 那么在经贸也是更好的解密 特别是台积电前往德国来投资设厂 那捷克应该也会被拉动 那事实上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 2020年当时的捷克参院议长维特奇 他率团访问台湾 那么长达将近10天的时间 其实跟台湾方面有举行经贸投资论坛 谈的也是像半导体 ICT产业为主 那还有物联网 人工智慧 绿色经济更新创 都是非常新 也相信是捷克呢 希望能够推动的一些科技产业 这个部分 所以对于台结关系 这么的不容易 也是深化 那我们这样的交往的模式跟互动 在中东有一些国家要拓展 非常不容易 老师有提到像匈牙利 或是斯洛法克 都有一些不同的想法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 这次蔡总统访问欧洲 会前往着法国跟比利时 但是在英国的行程 会稍微有点保留 您会怎么样来看 在欧洲 目前我们在中东欧 一直在深耕民间的一些交流 跟实质关系的拓展 那么对于这样子的安排 是不是也比较有一个弹性调整 是对于我们台湾关系的拓展 是个助力呢 大概是20年前左右 就是说我们的红海 选择中东欧 作为他们欧洲的主要的基地 那尤其是到捷克设厂 那总部也是在那里 然后也把很多生产链 就也都带到中东欧去 然后也在附近的 斯洛法克 匈牙利都有设厂 可是那时候的IT产业 跟今天的半导体 是绝然不同的 那半导体的东西 以前的生产链 其实只要去找一些人手 甚至外劳 然后做生产性的组装 那主要是把产品 从中东作为挑坊 进入到欧盟去销售 但是今天的半导体 它确实是有牵涉到科技民主 还有牵涉到必须是友好国家的结盟 因为它这里面有太多 比较高科技的东西 但是这个东西也不是 每个国家的人力 可以承载的过来 但以捷克目前 它的科技能力 基本上或许还是有一段距离 因为德勒斯登与捷克很近 那其他的国家 其实这方面的人才 基本上是更少 当然台积电选择德勒斯登是非常有策略性 然后也当然就说 哪些国家是跟台湾是可以信任的过的 我们当然会去推这个 那甚至也就说像明年 我们故宫一些宝物要去捷克展 所以这个东西都是高度信任的情况之下 才会去做这件事情 故宫的东西要去捷克国会 也因此为这个而立法 当然这是我们要求 所以种种都可以显示说 今天假如要做到这样子的层次的两个国家 台湾跟欧洲国家都在一个 高层次金融程度 我觉得捷克是很难得 那再特而求其次 就是说还有哪些国家 其实是台湾也维持着 或多或少的友善 那其实基本上 这次所选择的地方 其实我觉得当然都是蛮聪明的 选择一些路径 比如说我们到欧洲议会 其实也是说把我们的声音去传达 然后是透过比较能支持我们 因为像欧洲这一边 当然他们自己本身很多问题 也是叫头大人的 然后对在欧洲议会 敏感性就比较没有那么高 所以去比利时去布鲁塞尔 去欧洲议会 然后我们去抓这个点 然后去连结在一个关系 所以我个人是感觉 这次蔡总统在形成弹性的调整上面 我觉得是有高度思考 这是第一次 先把它走平顺了 因为毕竟先生的总统 愿意出去讲讲话 然后连结这种关系 其实也不容易 没有错 提升台湾的能见度 那你刚刚有提到一个 我想在进一步请教 郑主任就说 欧洲议会因为一些情况 会很焦头烂 而是经贸或是说恶物战争吗 是这样子吗 其实也都有 因为欧洲议会改选之后 右派的势力 那些也都是欧洲政党政治 很必然的 现在欧洲的右派民粹 声音蛮大的 但是也不是说右派民粹 就跟台湾有一个什么样的 这样的关系 这种东西 也不是说民粹就不等于 跟台湾交往或是什么 就是说民粹是他们本身 内部民主政治 还有他们本身的相关的议题 包括欧洲难民 然后包括各个国家 跟欧盟的关系 所以像欧盟基本上 跟很多会员国的关系 是很紧张的 也不完全是跟中都紧张而已 那其实它跟很多 国家的关系是紧张 欧洲议会毕竟是 欧洲人民自己选的 所以它里面 它也有不同的声音 所以它本身就是一种 包容的机构 就是多元的声音 可以在欧洲议会 因为欧洲的主要权力机构 也不在欧洲议会 但是如果蔡检总统 能够进到这样一个政治机构 参访的话 还是具有一定的意义吗 那就太好了 因为它出一步都不容易 那蔡总统用这样一个身份 去帮台湾讲一讲话 那这些话我觉得 会有一些人会听 就像刚刚讲说 在布拉克那个论坛 我觉得那个交流 我觉得会是双向的 那双向就是说 今天台湾讲的话 从我们的民主发展经验 然后我们蔡总统讲的话 其实反而是对他们 很多是一针见血 反而是带给他们更多反思 那我觉得台湾的民主发展经验 对欧洲也能有贡献 好 这边还有一个 延伸出来的问题 刚刚提到法国 到法国反过 当然我们见的也是 跟台湾有些连结 比如说议员或参员 这个其实在民间来看的话 对我们台湾来说 也都是一个难能可贵的机会 对不对 对 因为所有东西 什么时候用得到都很难说 像蔡总统这样 20年前去 一定是没有想到20年之后 还能到这个论坛 帮台湾讲一些声音 好 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对于英国行程的安排 其实媒体也有这样的报道 英国外交部呼吁 我们的蔡前总统延迟反订 当然对于这个部分 我们相信我们蔡前总统 这次好不容易在卸任之后 首站安排了前往欧洲 也会做最好的一个安排 总之呢 台湾在国际日间 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 真的很少 但是呢 我们很努力的来拓展 我们对外互动跟交流 希望能够有实质 外交 卸任元首 我想只要用心 很努力的话 过去所扎根的呢 都有可能 在适当的时机的时候 就可以发挥一些作用 我们从我们的蔡前总统 这次的访问欧洲 应该就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卸任元首出访 我们在今天谈了 我们蔡前总统访问欧洲 我们要说的是对处于受制中国 大陆打压的中华民国台湾 其实标志着我们 不孤单 但是真的是要用心来轻盈 因为还是有些国际 有人跟我们在一起 好 我们非常谢谢 东古大学社会学系 同时也是中东欧研究中心主任 郑德新 带给我们从蔡前总统访问欧洲 来了解关心国家对外关系的拓展 非常谢谢我们郑主任 谢谢您 谢谢 谢谢 好 那么在节目尾声相关的讯用焦点 我们要告诉听众朋友们的是 前总统蔡英文结束访问 捷克行政之后呢 已经在巴黎了 那么美国政治新闻媒体 Politico今天报道 两名知情人士指出呢 蔡英文结束欧洲行之后 预计在未来几周内访问美国 那么这两位知情人士表示呢 蔡英文将这次访问欧洲行中 为强化跟其他民主国家的关系 而再根据Politico的报道 中国是反对台湾现任 及前任高级官员访美 对他们跟美方官员接触是极为敏感 最终反应可能会取决 蔡英文会顾的对象 还有访问时期 那报道还指出 如果蔡英文在11月5号 美国总统选举之前抵达 将有可能成为 寻求与蔡英文合影的共和党 及民主党议员的政治炒作对象 以强化他们强硬的对中形象 那么如果蔡英文在美国总统选举后 和总统就之前这段时间 抵达美国可能会吸引 总统当选人寻求与他会晤 以强调美国对台湾的支持 那么对于外国媒体报道 蔡英文办公室在今天表示 相关没有进证实的引述及报道 无法评论 同时也重申 对于来自各国的邀访 为了将基于整体规划安排出访 并且在适当时期对外说明 至于在相关的 在台北方面 台湾民主基金会 今天在台北举办了2024年东亚民主论坛 今年论坛主题强化民主任性 关注当前亚洲民主国家面临的挑战 以及公民社会 在捍卫引主扮演重要角色 探讨威权新挑战 威权政权 削弱亚洲民主的策略以及手法 聚焦新兴科技 创造的机会以及风险 强化公民社会 以捍卫民主 那么东亚民主论坛 其实成立已经十年了 也汇聚各个领域的一些观点 而身兼 台湾民主基金会 董事长的立法院长韩国瑜 今天在论坛开幕典礼特别表示 强化民主任性 坚持民主信念 以及价值 团结区域民主伙伴 期盼民主在面临境外势力 以及新兴科技等新挑战之际 仍旧能够屹立不摇 好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区节目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 您的收听 华丽节祝福您 我们下次同时间 空中早会